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4月7日 拜仁欲攻陷维拉利尔 兜贯联剩低的两场半准决赛 将在星期四凌晨上演 介事维拉利尔 将会在主场迎战拜仁慕尼克 维拉利尔近期节节败退 在上将赋于利云特后 已遭遇两连拜打击 今次面对来势凶凶的拜仁 维拉利尔难忌厚望 16强战次回合 远赴都灵作战的维拉利尔 被人带来一场意料之外的大胜 最终凭值者拉特·摩兰奴 帕奥托里斯 同亚诺丹祖马的建功 以3-0的比分大胜祖云达斯 两回合总比分4-1 维拉利尔强势晋级 然而这场大胜 似乎用光球队的好运 回到西甲赛场 维拉利尔先是 在客场爆冷输给当时 还处于钢班区之中的卡迪斯 上将又输给目前排名倒数第二的利云特 连续两轮送温暖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维拉利尔近期主场表现相当不错 近9个主场不败还赢足6场 拜仁晋级半准决赛 斯豪不让人感到意外 与何分咸握手言和 但最近的两场比赛 他们都赢球之余 纵军长攻入4个 分别是4-0战胜柏林联 4-1兴取肺雷堡 期间经是利高文连场入球 利云杜夫斯基 在对阵柏林联时 也完成了梅开二度的好戏 目前南大王以各项赛事八场不败 加之拜仁在客战的表现较稳定 近10个客场比赛旅 胜率高达7成 单场攻入4个球的场面 亦4度上演 今次做仿西班牙 状态火热的拜仁 有望占得先机 至于阵容方面 中场哥伦天道利素 同前锋艾力组普莫廷恩 各自原因缺陣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